在爆款好人最后,葛优饰演的张北京回到商业广场,意外见到了雷佳音,原来这里被征用成了电影拍摄片场,一问才知道原来雷佳音演的是秦桂,而现在正在拍的居然是张艺谋的《满江红2》。 2023年春节岛上映的《满江红》凭借45亿的票房成绩,超流浪地球成为春节岛,乃至整个2023年的年度票房冠军。 作为续作的《满江红2》,讲述的是雷佳音饰演的秦桂,穿越到现代后发生的故事。 雷佳导演的张北京系列,每一部都必须提到张艺谋,在2019年的《北京你好》中,张北京抽到了一张后运会开幕式门票,准备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儿子,于是打电话北京称的朋友,能不能给孩子扫一镜头。 在2020年的《北京好人》中,张北京和老家河水来的表舅大排档喝酒,九国三选张北京向表舅吹嘘张艺谋到中国湖拍片,非让他客串,自己没接。 还在如今这部爆款好人争,张北京意外扯了网红,还把视频发到网上,得意的说我们的视频一模也能看到吧。 张北京的意外走红离不开李雪芹饰演的汉天雷内胆小秦。 乱成汉天雷,卖能量快香皂的小秦,不小心勾掉了张北京的假发。 而这段视频后来又被小秦放在身后的大荧幕上混动播放吸引客源,再次回到这里的张北京见状大动肝火,开着小火车大喊要为自己的肖像权维权追着小秦跑。 也正是这段张北京大战汉天雷的视频被人拍了下来发到网上,让张北京迅速走红,并被关以维权歌的称号。 值得一提的是,对于网络爆红,李雪芹太有发言权了,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巨大流量的。 毕业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雪芹可太聪明了,她很明白网络的力量,从网络红人转而成为脱口秀演员,再成为喜剧创作者,登上春晚,继而一步步成为一名电影演员。 在2024年春节档的热辣滚烫中,李雪芹就有出色的演出,而在这部爆款好人妆,李雪芹是一名单亲妈妈,同样毫无违和感。 而在电影中意外爆火的张北京,也同样离不开公众人物的推波助澜,还内的人就是赐予张北京维权歌名号的凡灯。 但是面对流量,张北京根本接不住这块烫手山芋,而这也为她从爆火人人追捧到迅速与落的结局,埋下了伏笔。 张北京不着调的性格一如既往,如今又增添了几分油腻。 在二厘套零年的北京好人中,张北京带着表秀去医院,偶遇了自己的老同学刘敏涛饰演的护士林子。 还在如今这部爆款好人中,张北京和林子好上冷,每次邀请林子夜观晚餐共度美好时光,张北京的油腻感直接溢出大荧幕。 张北京意外走红后,身边出现了一文一武杨老师和奎哥两大狗头军师。 杨老师的饰演者是杨浩宇。 2021年在孔大山的宇宙探索编辑部中,饰演男主唐志军让人印象深刻。 而且杨浩宇还凭借这个角色,被提名了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。 虽然最终在无名中的梁朝伟前惜败,不过杨浩宇的演技得到了充分肯定。 而且和葛优在一起搭戏,杨浩宇甚至给人一种年轻时的葛优的感觉。 至于奎哥的饰演者是桑平,人本是北京拳击队的国家一级运动员。 在不久前沃尔山的艺人之下中饰演成性四张狂之一的雷烟炮高宁。 宫被闭饰演的袁蓉是张北京的前妻,在2019年的《北京你好》中就有登场,经营着一家宠物店。 而在这部爆款好人中,首次交代了袁蓉和张北京离婚后,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和贾斌饰演的老温组成了新家庭。 和张北京的不着觉不同,老温是个很懂人情世故,方方面面都考虑得很周到的体面人。 张北京的儿子张小景在2019年的《北京你好》中就有登场,不过如今这部爆款好人张小景带由吴磊饰演。 有趣的是90后的吴磊在电影中的两个爹,贾斌是80后,而葛优则是50后。 而在电影中饰演张小景未婚妻的赵天爱,参加过《创造营2020》。 在2023年跨年党电影年会不能停中,赵天爱还饰演了大鹏的徒弟小苏。 张北京意外走红后,得到高人指点,人气更上一层楼,而那个高人这是网红公司的老板孝哥。 值得一提的是,孝哥的饰演者微孝200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电视电影系导演官业。 毕业后给姜文做了很多年副导演,还在姜文的《让子谈飞》中,饰演了马斐老七。 而在孝哥公司的那个大校的粉色人偶,其实是知名艺术家月敏军的作品。 惊喜地发现不少喜人参与了这部电影,张北京爆火后,她的乘客里就有王子和五六七,而在最后张北京进入满江湖二片场,想要和张艺谋来一次亲密接触,结果被蒋义饰演的工作人员拦住了。 同样是宁浩最擅长的黑色幽默,延续宁浩在红塔先生中对娱乐圈的讽刺,而到了这部爆款好人则将枪口转向了面对网络时代,游炼伟王的时代下的众生百态。 可惜的是,宁浩的上一部红坦先生在春节道上映又撤道,纵然有流的华加持,最后也只拿了不到一个亿的票房。 至于如今这部爆款好人的最终成绩,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